12月30日是农历腊月初八 是中国传统节日腊八节 喝腊八粥是腊八节的传统习俗之一 腊八粥远远流长 后经演变 加之地方特色 逐渐丰富多彩起来 那么腊八粥各地都怎么吃 有何讲究 腊八粥它其实各个地方都加入了地方的特色 北京的腊八粥是最为讲究的 加的东西能够多达20多种 甚至还加玫瑰 而且它在熬制的过程中 也特别讲究会在半夜的时分 起来用味火炖 直到第二天清晨的粥才熬熟了 西北的宁夏 他们做腊八粥的时候 就会加这种小麦面 切成的菱形的叶片 山北这边 他做腊八粥就会加一些干果 豆腐和肉 江泽的一些地区 比起它地方特色的四川的腊八粥 它有特色的加白萝卜 胡萝卜 河南的腊八粥 它要加糖 加红糖 把它调得更甜一些 除了喝腊八粥 各地民间还有泡腊八蒜 吃腊八面 晒制腊八豆腐等节日食俗 安徽一些民间 它就会做腊八豆腐 家家户户这个时候晒吃豆腐 像我们北方还有一些地方 它是做腊八面 各种果 蔬菜 做成的绳子 然后把面条干好 那月初八的这个造成 全家一起吃腊八面 很有特点的北京的腊八蒜 滑北一些地区在腊八这一天会有醋泡蒜 这样的话过完春节和时 这个时候来吃就会很好吃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 过腊八意味着拉开了过年的序幕 因此腊八节也寄遇着人们在岁末之时 祈求丰收和吉祥的美好心愿 腊八这个本来它就是祭祀的一个日子 祈求天地和祖先来祈福求寿 必在影响要供奉祖先 进门神 造神 土神 财神和粮仓 来祈求来年的风调雨顺 五股风 风登 在后面就是后面的二十来天 就是春节了 所以在腊八这一天喝上一碗香甜可口的腊八粥 那么从这开始年味就会日渐地浓厚起来 也是预示着来年的日子红红火火 文字幕提供